好,今晚《動漫無雙》的台灣版又來了 繼續有我的河馬仔和阿友馬二負責攝影的 我們今晚很榮幸請到很大名頂的台灣的漫畫家 英野路,代表Wish希望之役的 很歡迎兩位,以及很歡迎阿比利興 就是希望之役的經理人 謝謝英野老師,謝謝比利先生 謝謝 我們會用廣東話來講 其實因為我們的廣東話好一點 但是我們的國語非常不好 所以我沒辦法 所以我們以文本請了英野路老師來解答問題 英野路老師會用國語來跟大家講 我就用廣東話來講,因為我不想我的國語笑大人的口 謝謝英野老師 我想問第一個問題 問英野路老師,什麼時候開始參與同仁活動呢? 還有什麼契機會參加這個同仁圈呢? 大概是十年了吧 開始同仁活動了 契機就是喜歡動漫,一直都在畫 很喜歡玩美少女遊戲 美少女遊戲,就是Gattle Game 那時候其實還沒有成年 好,我想問一下,什麼時候開始同仁活動呢? 第一次參加的同仁活動,以及對於同仁活動的感覺如何? 還蠻有趣的 第一次自己畫本子,然後還可以賣一些周邊自己創作 然後又賣給顧客的感覺 在2007年,開始Wish希望之役的無論在台灣以及日本的插畫工作都非常受歡迎 曾經為多本小說做設計的 其實在設計之後有什麼心得呢? 而且希望之役也為了不少活動的商品做人物設計 哪一個看板人你是最有印象呢? 途中有沒有什麼趣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其實在每一次的工作都還蠻有挑戰力的 因為並不是像畫同仁那樣子 你要照著業主的角度去思考他們想要的東西 還有大家顧客想要看到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看板娘是鳳梨娘 因為那個是我們第一次去找藝業合作 其實我們在這之前我們真的是投了不少的 像農業的相關合作的文案 我們從台灣各大大小小農會 寫了不少次的自吹毛劍函說 希望能嘗試看看蒙系文化包裝這樣的概念 但我們從未收過一次婚姻 直到我們有一次意外看到 台灣的一個在地農業推廣人士 楊盧門先生 我們發現他們的理念跟我們非常的接近 雖然是不同領域的人 但我想或許可以蒙合 因為我們都對台灣 對自己的家有一個熱情 其實原因是因為動漫常會被一般人看不起 其實我們是想要讓 像父母還有孩子們的 可以更容易的接軌 因為他們感覺溝通不良 父母不知道到底大家 孩子到底在喜歡動漫喜歡什麼的 我想要利用這方式 表示我們動漫還是對社會有一點付出 希望之役以創作男性向和少女的漫畫為主 創作非常可愛 我們自己都知道 在台灣、香港、日本都受歡迎 有這麼幽幽的成績 想回自己在同人界出道的時候 有沒有意想不到 有沒有想嘗試其他的畫風 其實只是希望大家喜歡 也不會覺得什麼意外不意外 只是希望讓大家看到自己的作品 如果想要嘗試其他的 就是類似少女漫畫類的東西 比較適合自己的感覺 還問一句 我們問這條問題 希望之役的同人本 有很多東方系列為主 東方系列你最喜歡的是哪個角色呢? 還有一件事 為什麼東方系列這麼受喜愛呢? 還有最近的Love Life 你有興趣出本呢? 東方的話我最喜歡的是檸檬吧? 然後東方是因為世界觀還蠻龐大的 而且還蠻多意料之外的設定 故事設定 所以還蠻喜歡的 Love Life的話其實 因為自己並沒有在看 所以應該不會從事 好啦 現在你們以日本為基地 在日本創作 可能在台灣比較有什麼不同呢? 日本畫師更多 你們最喜歡哪一位呢? 在日本畫師的修羅場之中 要競爭成功 有什麼要素呢? 哪有辦法做? 日本創作和台灣不同的地方 其實就是 台港澳幾乎都是比較保守派一點 所以都以一般向的作品為主 但是日本對於成人向的接受都比較高 所以其實創作方面差別還蠻大的 然後日本畫師裡面 其實小時候一開始 鏡頭人前最喜歡的是 一位日本比較老一點的原畫師 遊戲原畫師 叫三本盒子老師這樣子 然後在日本想要競爭成功 我覺得就是 這種東西就是 三十年和東三十年和西 時間過了那麼久 我覺得還是 創作的心態比較重要 要如何讓自己畫得下去 一直畫下去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說競爭成功 還是努力保持心態吧 保持愉快的心情 其實 才是創作 所謂的成功 並不是對別人看起來是成功 因為只要堅持總有一天會得到別人認同 但如何努力堅持下去才是最重要 所以保持心情的快樂 才是最重要的一個事情 在日本就不能夠不提全球最大的 comment market CM 你們參展過多次了 可不可以說一下參展的一些感覺呢 還有實際的場面又如何呢 如果有一位外地人想去參觀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那就多了 下次吧 如果要說日本comicare的話 以社團的角度來說 就是他們的社團攤位並不大 只有45x90公分的大小 如果要以台灣的會場的桌子來比的話 就是幾乎少了一半 而且貨的量真的是不能超出桌外 你除了在貨物掌控上 進場的人數大概 他也只給你三張入場票 你要如何在三個人 然後用 有那麼多的貨物中 要把位置還有人力分配好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萬一人去參加的話嘛 良心的建議 Don't call me 下 call me 分開說 Don't call me 記得要保暖 不保暖真的會變冷死 非常冷 非常冷 去年冬天才11個人 真的要記住這件事情 不要去了一趟日本就回不來了 然後夏天的話嘛 記得要多帶水 要帶毛巾 一半的話去做排隊的時候 非常的熱 熱到種族的人非常的多 而且很容易被打劫 趁火打劫 那邊在排隊的時候 他們會看準沒有帶水的 賣你一罐水1000日圓 好多人被 我的朋友去排 他也被迫買了兩罐水 因為你不喝水真的會死啊 但我都夜排了12個小時 如果我現在不堅持下去的話 我就沒辦法了 所以請自己帶水 這才是最好的方案 而在這兩 不論是冬季的communication 或夏季的communication 不併的主題就是 請記得一定要做功課 因為不論是什麼時候 只要是日本的大廠 一個人只要能沖到一個大手攤 就已經是非常厲害的事情了 因為我朋友夜排12個小時 他也只排到一盤大手攤 其他他想要的作品 都已經完壽了 因為排隊是要排3、4個小時以上的 那你們有沒有來過香港呢 那你們有沒有去過香港的 童人或動漫展 如果有機會的話 想去誰看看呢 其實是想要去香港 一次看看的 但是好像最近香港 18禁關比較延 對啊 就可能 比較難有這個機會 我們再問了 第十條問題 在香港 你們的童人本 就會以記賣形式 在香港發售 每次都受到 很多本地的讀者歡迎 其實有沒有說話 想跟本地的讀者朋友說呢 我們很幸運 Vish Heimovic也畫過 小弟的馬祥樂子 爸爸那Luko 覺得馬祥樂子的感覺如何呢? 有機會的話 我一定會想要去香港一次的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多多指教 然後 馬祥樂子 我真的還蠻喜歡畫他們 只是礙於時間關係 我以後 會抽出更多時間去畫他們的 好多謝英老師 不過最後一條問題 我們都不助英老師和比利先生的時間 最後 在Vish希望之役 長遠未來 有什麼目標呢? 新一年有什麼願望呢? 作為前輩的你們 你們有沒有寄予給同仁圈的後輩呢? 想要保持現狀吧 因為我覺得現在還算蠻快樂的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再多支持我們 我們會努力畫更多的作品給大家看的 謝謝 還有 要給後輩的話 我覺得心態真的很重要 不要衝太快 大家慢慢來去享受這段成長的過程就可以了 好 今天我們雖然時間短一點 不過就好多謝英老師 謝謝比利先生 有什麼東西想說 所以我可以讀這門的 嗯 說實話 我覺得作者有自己的想法真的很重要 所以很多 近年來很多人覺得 有一個助理或是所謂的經紀人 是一件幫助成長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但 並不能完全這麼說 因為經紀人能幫的 只是協助你 而不是去控制你 而不是去操作你 去控制你所有的思想 你要做自己才有機會拖出 好多謝今天 比利兄和英義路先生的訪問 我們香港的同仁界 其實都很期望 英義路老師和比利先生 會來香港一次 有沒有這個支揮 來香港的話 有機會我一定會去的 我可以吃菠蘿油啊 菠蘿油就我們遲些 你來到香港 我一定帶你去吃菠蘿油啊 謝謝啊 謝謝啊 不過最後一個問題 英義路老師 如果到香港的話 你喜歡吃什麼東西啊 吃東西啊 我最喜歡的 江西茶 江茶 江茶 是喝茶 喔 喝茶 原來是喝茶的 所以 港式茶 即是我們的喝茶 其實原來 原來現在我們就不明白了 好啦 今天 非常感謝 謝謝 比利先生 謝謝英義路老師 謝謝 我們今次 FF的專訪 今次到此為止 雖然我們的普通話 我們就很開心 今次可以訪問到 亦都應該是香港的 好少媒體會訪問到 台灣的話師的 所以今天 非常感謝 謝謝你們 各位朋友 再見啦 下一集再回來啦